性行为,每个人都会 但你会惊讶地发现 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来完成这项活动 在动物界中总有一些奇怪的现象 尤其是在繁殖方面 从变性的鱼到爆炸的生殖器 今天阿温要跟大家聊聊 动物界奇葩的交配行为 扁虫交配的态度更像是战争而不是爱情 扁虫像所有的海阔鱼一样 是雌雄同体的 这意味着他们同时拥有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 雄性器官实际上是两根像匕首一样的钉钉 除了交配之外 他们还能用来狩猎 为了获得做父亲的权利 扁虫让啪啪啪成为一项充满危险的活动 在交配过程中 两条扁虫会发生争斗 试图刺伤对方 这种方式像是基建 所以这种交配方式又称银金基建 有时候这个过程能持续一个小时 对扁虫来说 这场决斗可不是玩完了这么简单 因为输的那一方就得耗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 去照顾并保护自己的蛋 所以扁虫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品质 都会打得蛮努力的 被刺中的扁虫将通过其皮肤吸收精子 就能完成交配了 然后不得不离开 承担为母亲的重担 胜利者则继续享受单身汉的生活 寻找下一个交配的对象 蜜蜂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方式反应后代 虽然我不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嫉妒的事情 简而言之 一只处女蜂王会被攻凶喂食蜂王将 以诱导她变得性活约 然后蜂王会散发出性激素 吸引雄蜂来找自己交配 从数千只候选者中挑选出大约10到12只雄蜂 在这一点上似乎他们很幸运 因为他们的遗传基因可以得到继承 甚至他们的后代也有可能坐上下一任王位 但也可以说是很悲催的 因为在交配过程中 雄蜂的生殖器会爆炸 因为蜂王为了防止精液从尾部流出 就会将尾部紧紧闭合 结果导致雄蜂的生殖器会在蜂王体内折断 以堵住蜂王 这样其他雄蜂就不会使蜂王受惊了 除了生殖器会被折断 有时候体内的内脏也会被拉出 当然在这个过程后 雄蜂也会死亡 为了族群的繁衍 这些雄蜂也真是太伟大了 是不是没想到蜜蜂的交配行为会这么残酷呢 对于长颈鹿来说 交配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 因为他们的脖子长得令人难以置信 当磁性长颈鹿发情的时候 浑身会散发出性感荷尔蒙的气息 这味道会随风飘到雄蜂长颈鹿跟前 提醒雄蜂 老娘准备好了 然后感兴趣的雄蜂就会轻推磁性的臀部 让他排尿 雄蜂会尝一口尿液 做一个味觉测试 戏品过后就能分辨出这只磁性长颈鹿有没有排卵 是否有交配的价值 如果这是他喜欢的 雄蜂就开始追求磁性 我所说的追求是指雄蜂跟踪磁性 直到磁性屈服 这个跟踪过程有时候几小时 有时候会长达几天 试图用长久的陪伴来打动对方 但真正到了交配的时候 就只持续数秒 就好像眨一眨眼睛这样 就差不多完事了 因为交配时间太短了 很多摄影师都来不及拿起相机拍摄 你们知道吗 也许是因为异性之间的交配太麻烦了 又要品尿又要陪伴 于是许多雄性长颈鹿 更愿意合雄性的玩 据研究称 长颈鹿90%的性生活 都是发生在同性之间的 当你看见两只长颈鹿 在互相摩擦脖子时 别以为那是爱情的模样 有可能他们是在搞鸡啊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对长颈鹿来说 异性只为繁年后代 同性才是真爱所在 随民最出名的是 他们在水上行走的能力 但他们的性生活 可能是他们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 在随民的世界中 所有的雄性都是败类 因为雄性随民会用肮脏的手段 要携雌性进行交配 而不是试图追求雌性 雌性在这件事上确实有一定的发言权 因为它有一个伸直盾 这是一种存在于雌性随民腹部 是一种可以控制开合的互伴 只有在雌性愿意打开互伴的情况下 雄性才能完成交配 为了斜迫雌性打开互伴交配 雄性会爬到雌性身上 再用腿轻轻在水面敲击 引诱雌性鱼类 科学家们推测 这种危险的行为能让雌性及早就范 面对生之盾 雄性随民只能不择手段 显然雌性没有太多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 海豚以其聪明才智而闻名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 它们也因为烂交和异常灵巧的丁丁而闻名 它们的丁丁可伸缩 可以旋转 并且能够抓取东西 这种独特的天赋 使它们有能力使用工具来探索物体 就像人类的手一样 海豚的信誉也很旺盛 它们经常会试图抓住 它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 岩石 植物 甚至是海龟 都能让它们兴奋起来 海豚的求偶 可不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当一群熊海豚性成熟后 就会围住一只死海豚 强迫它交配 这个过程是十分暴力的 因为一群的数量 可能从十几头到几十头之间 虽然说熊海豚的信誉极强 不过它们其实都是快枪侠 有研究显示 一只海豚平均射精时间 只需要十到二十秒 它们也会为了快乐而交配 经常与同性海豚交配哦 如果另一半不幸丧生 海豚们也会去找 同样上偶或是单身的海豚 一起度过下半辈子 一些你不知道的关于小丑鱼的事情 就是它可以改变性别 小丑鱼以群体形式生活 但只有一只熊鱼和雌鱼可以繁殖 其余的不能 根据它们的大小 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 最大的小丑鱼是雌性 第二大的是雄性 而所有不繁殖的小丑鱼都是雄性的 如果雌鱼死亡 排在第二位的雄鱼将改变性别 成为雌鱼 而最大部繁殖的雄鱼 将得到晋升 成为能繁殖的雄鱼 从而达到繁殖的目的 小丑鱼可以由雄性变雌性 一旦变为雌性就无法再转变了 如果你认为你跳舞很厉害 你需要退后一步 看看艾草凶鸡大展身手 它们会发出怪异的声音 大摇大摆的给胸前的气囊充气和爆裂 并争斗它们尖尖的羽毛 它们胸部发出的声音 在两眼里外都能听到 玩命的都给雌性和竞争对手看 看着它们这种不要命的求偶方式 真是太有趣了 雄性爱草凶鸡跳这种舞蹈 是为了炫耀它们有多大的男子气概 它们一跳就是几个小时 如果这招管用的话 就会得到很大的回报 一只雄性在一个上午可以与多达20只雌性交配 艾草凶鸡在繁殖季节会减轻体重 因为这些大摇大摆的动作 都会消耗它们大量的卡路里 有趣的是 就说同一地点出生的艾草凶鸡 75%都是同一个跌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